国民党皇复兴党部举办了67周年参会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终于同台了 只是呢两人互动冷冰冰的 韩国瑜五分钟的致辞当中完全是没有提到侯友宜 现场更是有韩粉高喊韩国瑜选总统 让场面有点尴尬 反倒是侯友宜主动递出了橄榄枝 提到上次选战 让韩国瑜身心俱疲 自己会反思检讨 侯友宜倒帅 欠乎忘怀侯涵终于大合体塑造团结形象 只是同框代表同心吗 韩国瑜致辞完全没提到支持侯友宜 值得那信号一响 值得那信号一亮 我们就将会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伸仗 好不好 在上一次的战力里面 让韩国瑜身心俱疲 立即希望把他赢回来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起这样一个教训 不断的反思检讨 侯友宜当面释出善意 好不容易借黄复兴党部活动 韩国瑜终于有空 和侯友宜避临而坐 但互动似乎有点冷 现场韩粉更是突然蹦出这句 韩国瑜选总统去台湾 场面尴尬 党主席朱一伦也助攻 暗示希望韩国瑜多帮忙 让女儿韩冰点头出阵 中正万华立委这一席 如果国瑜来到这边 我还是给你一点点压力 很多包括我们黄礼主委的拜托 你应该知道在拜托什么事情 两个字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子 哇我觉得你现在长大 一定很有出息 你可以帮我去买一包香烟 主席先帮我戴个帽子 还好我偷头都不怕帽子压 我懂他的辛苦的嘱咐 韩国瑜直接给主席软钉子 在2024选政里 似乎不想着墨太多 不必要跟大家说支持的同事者 明天是不是有可能出事 明天有行程 不方便 侯寒珠首度镜头前同台大和解 但还有没有下一次恐怕还是大问号 记者发展会 我轮到SQ小宿台北长报导